情感故事 密系人生 情 予以道德的交织 李强 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 不仅事业平平 而且婚姻也进入了七年之痒 他与妻子的生活变得平淡如水 缺乏激情 在这种背景下 一个神秘女人的出现 打乱了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他是林静 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不仅事业有成 而且魅力四射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 李强与他相遇 并被他深深吸引 林静似乎也对李强颇有好感 两人很快成为了朋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 林静不仅给李强带来了 事业上的机会 还让他体验到了 久违的激情和浪漫 他们开始频繁地见面 甚至发生了亲密关系 然而 李强甚至这种行为 对妻子和家庭的不忠 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挣扎 一方面享受着与林静的激情时光 另一方面又受到道德的谴责 在这种纠结中 李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 他意识到 自己虽然得到了短暂的快乐和激情 但却失去了更为珍贵的东西 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他决定结束这段不伦之恋 重新回到家庭 然而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林静并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女人 她开始用各种手段挽留李强 甚至威胁要破坏她的家庭 李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局面 在最艰难的时刻 李强的妻子站了出来 她选择原谅丈夫的背叛 并与她一起面对林静的威胁 在妻子的支持和鼓励下 李强终于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 守护住了自己的家庭 这段经历 让李强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并重新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她开始努力修复与妻子的关系 共同经营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 这个故事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和道德的束缚力 在情爱和欲望面前 人们往往会迷失自我 做出一些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 然而 只有坚守道德原则和家庭责任 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和满足 出品和金德导演工作室